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奥运会发祥地 希腊故奥林匹亚遗址成功采集 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 与北京冬奥组委的特别代表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在清 共同出席采集仪式 在有着2500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 火种成功采集 之后希腊女演员乔治乌扮演的女祭司 举起点燃的奥运火炬 在一段舞蹈表演后 最高女祭司将燃起的火炬 即象征和平与荣耀的橄榄枝 传递给第一棒火炬手 手持北京冬奥会火炬飞扬的 希腊高山滑雪运动员安东尼乌 安东尼乌随后将火种传递给第二名火炬手 前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李家军 火种采集仪式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进行 19号希腊奥委会将在雅典的大理石体育场 将火种转交给北京冬奥组委的代表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